今天带大家来看一间我们长在白姆稻田中的民宿叫古园民宿 跟我走吧 我们的民宿衣衫傍水门口就是成田的稻田 可以闻得到一阵阵的稻香味 还有民宿后面还有一个大大的草坪 可以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录影 还有K歌唱歌 勾搏晚会听电影都可以 民宿一共有12个房间 每个房间都不同 都有不同的感受 欢迎大家来体验 一楼是我们的大厅 可以过来先参观一下 我们的大厅是以田园原木封的 大家好 今天我在温州南西江 古园民宿 我们今天过来是因为我们老板娘好朋友 他们自己然后做了两个土窑 我们今天来试烤面包的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古园民宿的老板娘静静 哈喽大家好 你好 吴老师好 你好 那我们今天来想来看看你这个民宿的一个环境 包括还有面包的一个熬烤 能不能带我们参观一下 好呀走 这边是我们门口中的水道 就客人坐在这里可以一眼就看到我们的水道 那边是我们录影区 你看到两个小帐篷 那个就是晚上可以住住的里面 对晚上住的里面 还有露天电影 篝火 小朋友晚上都可以在这边看电影边篝火啊 玩啊都可以的 那边还有个小牧场 这有点像那个开心农场的感觉 这个到时候熟了可以去割是吧 对 成熟以后呢我们可以去割水道 还可以打稻子 那你们小麦也没有自己种 对都自己种 我们麦粉做的面包 我亲你老公讲说 你面包都是用自己的小麦 然后种植淹没的去烤面包对吧 对 那我们就试一下 可以的 我们做了一个两个小小的面包窑 请鹏老师过来 让我们开个窑 我们去看一眼 好 那这边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我们的小沙坑 给小包包 小朋友啊 可以在这里玩 那边一个烧烤区 然后现在还在 现在正在规划的是我们的农场 那边就是小房子吧 是我们的餐厅 餐厅啊 对 餐厅厨房 这是我们一个 一大一小的一个窑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保温呢 里面都有点裂了 有保温层做起来的 我这里面做了四层都做好了 中间是用啤酒瓶 全部都做好了 还稻草都有 全部都过来到那里的泥派呀吧 这是比较小的一个小龙猫 我是按照利子漆那个空管 利子漆通管的 行好了 就好了就好了 那我们等一下今天就试考一下 我们等一下我们先去搅拌三个面团 一个欧式 然后一个吐司 然后一个小面包 好吧 那我们现在去搅拌面团 好吧 走吧 全部进去了 这个还不行啊 你看看 这个还不能光滑的磨 要光滑的磨才可以 那是什么 再继续搅 可以 拿开面磨 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又拿出来 我们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搅拌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做三款面包 那这个是我们的生土丝 我们的小日式面包 这是我们的一个核桃 葡萄的一个欧式面包 那面团已经搅拌好了 现在再发酵 那我们现在去烧烤箱 把窑楼烧到我们的窑楼的温度 大概要烧两个小时 我们现在去烧烤箱 好吧 好吧 好了 好 好期待 那下面是 那下面也是高热砖的 下面就是我们红砖 那行 就是我们旗庞子的红砖 那是耐火砖 没问题 那烤烤箱塞进去吧 我这个下面耐火砖 这下面是酒瓶 正好30成30 是 我下面是啤酒瓶 啤酒瓶 然后用泥把它盖掉 盖掉上面才这个 我都是按照规范来做 我这个上面有四层 这个 这个我们得烧将近两个小时 最起码得烧个 那多少材火 大概烧个七八十斤材火 你财火还要往里添 你八十斤财火 够了 我最多烧这个 这里有两百斤 一半 你这个一小半 你够 资论是一半 要这么多的 要的 因为你这个把里面的温度 烧到700多左右 然后下来 700多 那我们那些之前有几度来的 你要厕的 那个枪 你要那个枪厕 那个枪放哪儿 厕呢 就厕里面就好了 打里面就好了 我教你嘛 这东西没那么难的 那我之前那些烤鸡刺 什么长度 也可以烤 都可以烤 那些需要700多吗 那个不用 那烧700多它会降下来的 它最终的温度是 恒温在300多 200多左右 我建议是去买一个 放在那边 你要弄 你要弄中专业一点 你要弄的 就是你每天都有眉毛粗 别人来买 能感觉 对不对 烟熏眼睛啊 不准美 火打起来了 火打起来了 可以 能大很大的拿火 等一下 我希望 这个烧得稍微旺一点 这个还不够呢 烧大了再加点铲 最起码这个要烧到个 用红外枪侧要六七百多才可以 然后才能去烧干净了 把它弄出来再去烤面包 真的忘了好多 这怎么面面了 哎呦 美美 这个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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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刚刚让你们买的嘛 因为你们之前没这个枪嘛 不能测那个上面 楼币现在是有 300多 300多 可以吧 我觉得把这个烧完再测一下 我们现在去把咪咪猫做了 好吧 好 好 推一下 拉一下 推一下 然后最后煎一会 就把他所有面移到的这个底部 就把他用眼线长的 然后 然后来一点点糖 包装出去 然后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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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转一下 然后转转 然后转一下 然后转一下 然后转煎一会 然后转好 然后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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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转到这个上面 一会 这个就8分在这里盖着来盖着去 最码烧到600度 等下里面烧完后 把灰清出来 清出来应该差不多半个小时后 就变成300度了 三百多后我们就可以烤了 这个估计还得发半个小时左右 发起来了 慢慢发不动 慢慢发就好了 你这个累多久了 累好到现在应该有半个月了 半个月了 累得蛮快的 我全部累花了一个月时间 我是这样 我最后累好 我最后一层 就是等了它十天时间 就是我上最后结构层的时候 就空间的保存层 都保存了十天时间 防土 然后十天以后 我看它干的差不多了 我再做它结构层 就最终是这个样子 那好的 我觉得做好一点 我觉得没问题 因为我看这方圆三公里 应该我们每天都有面包店 所以你们这可能 未来会就是公募应求 因为毕竟有特色 窑口的 所以我觉得 窑口面包的特点就是 高温快速把面包烤熟成 它的水分不会那么快 会发酵 所以它的面包内部比较湿润 比较柔软 其实我们这个是 比较简单的 其实未来品种可以更多一些 今天做了几款小的日式面包 做了一个欧式 那个欧式呢 也是偏水果口味的 加了果干 加了这个葡萄 然后还有核桃 里面包了点红糖嘛 这个就是生桃子 这个等一下 发好盖上盖子烤就好了 然后定个十分钟 然后定个十分钟 他说了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那块地我们拿下来的 我给他发了今天烤面包 我说今天我做了两个面包 也要请了面包大师 陈老师一起来做也要烤面包 我问他你会不会做面包 现在陈大师 要不要用钳子 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可以了什么呢 这个温度感觉 感觉不行 这个剪个十五分钟看看吧 来 菠萝包 不然呢 菠萝包 这么漂亮 出锅出锅出锅 熟了吧 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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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我觉得我们要把菠萝包给吃 哈哈 我吃给你吃了 你不说菠萝包 你看 你这样有点难度啊 我们的 你这样有点难度啊 其他可以 可以那什么 可以 菠萝包做好的 给它切成 抹点这个油炎黄油 叫什么菠萝油那种 加一块油炎黄油 我们可以做起来的 我们到底可以做哪一款 但是你看这个 其实这种面包是有特色的 我觉得这种如果做起来才畅销 人家排队买这个还有可能 人家排队买你菠萝包是不可以的 面包件的菠萝包也有卖的 是吧 OK 没问题 对 横老师 像这样的 好起来排队可能会人家过来买 这种菠萝包我才不会去排队买 是吧 你这个应该能够多少钱 这个 这个不 这个就是你们的烤箱要去改良 改良完我觉得应该会更多一些 因为你没有改良后 只能烤那么点 有两种烤已经 我觉得很理想 对 这个很理想 对 可以 对 因为我们里面的温度好像比较猛 对 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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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漂亮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不光是不烤的慢慢的 嗯 这个烤的是太好看了 对 今天测试了一下朋友的两个自己的烤箱 我觉得整墙可以 就是感觉保温性能不够 可能是因为保温没有做好 今天烤了大概极管软面包还有一个欧生面包 整起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基本上是烤熟了 是可以吃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总共让他把这个烤箱保温性能再提高一点 才能做更多的产品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 就是加了葡萄葡萄干还有这个红糖 真的不一样哎 跟我买的 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我当年在那个大西洋下面 奥特兰斯大县上面排队买的一个面包 那个味道还没这个好 它里面放的是抹茶 嗯 好吃 而且一点都不干 我觉得里面很湿湿润润很 很熟 很熟 其实咬烤面包的这个特点就是把面包高温快速烤熟的 把这种湿润豆保湿在里面 好吃 嗯好吃 这口味也不错 你刚才现在吃的是我这一半吗 我觉得很好吃这个 太棒了 这个面包的市场比较刚刚 对 这是比较偏健康吧 这种也健康 这种就是一些小面包搭配的 今天你像正常情况下 我们烤面包 这么多面包可能两个小时搞定了 但我们用摇烤来烤的话 可能包括情感 包括你的一个心血付出 包括你的乐趣在里面 烤着面包可能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 跟你一烤完就不一样 你这种感觉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心血在里面 这种感觉 这种乐趣 因为你体验过这样的一个面包的一个 整个的制作过程 对 这个东西一般体验不到的 对不对 因为刚好你摇烤是你自己累的 我们也就思考一下 然后可以很清楚 就是我们今天烤着面包 基本上是跟面包院的状态是一样的 对 对不对 特别是在彭大师的带领下 吃到这么美 老师你们摇里的好 跟我没关系的 摇只是一个工具 你这个才是硬技术硬实力 我们上次烤的就是烤馒头一样的 还扒不起来 但对你这个真的天差地比 你刚刚跟我说的这个整个体系的思路已经成型了 就我们两个之间这么一聊 就是从源头到终端 整个过程是打通的 一步步来 先把我们产品稳定好 整个这个场景啊 还有那个空间先搭好 然后我们再怎样子 下一步再去把它 量已经确定好 能做得出来的情况下 宣传开来 要不等一下如果量做不上来 那也是有影响 是吧 这个呢 跟我们古原的定位有关系 我们古原呢 就是说 在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里面 我们一定要用一些这个最原始的 最生态的一些方案去做一些这个食品 做一些这种我们喜欢做的一些东西 如果用机器买过来的 那就会少了那种一种乐趣 原生态的乐趣 还有一个呢 机器买过来的东西呢 没有那种这种人的感情的投入的 是吧 就是很机械化 而窑烤面包 我们这样可以 就是说 从下午开始 准备到整个烧制好 整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享受整个面包制作的感觉 乐趣 跟我们古原这种定位也是很清楚的 最原始的 最初心的这种心态去做一个面包 就这个面包 真的我 刚刚彭老师切了一块给我吃 就让我想起五六年前 我那时候在我们温州有个超市 叫大西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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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太超市 我当 我当时在楼下排队 就为了 吃到这种面包 当然那时候 它是抹茶味的 我今天吃了一口 这里面是核桃味的 完全是 就是回到那种感觉 而且高于那种 这种感觉吧 比那个更好吃一点 那像之前我们做过一场亲子活动 就做面包摇这一块 每个小朋友都是很 很感兴趣 因为他们喜欢捏面粉 还可以有爸爸妈妈陪着捏自己喜欢的形状 然后放在烤炉里面 这整个过程是他们在平时市区上学都体验不到的 可以来着真正的感受到一个大自然 手作的一个魅力吧